Hello 淮千千 大家看到這裡有一個觀眾嗎? 她現在坐在這裡 你看Foxy Foxy 坐在一起了 她現在準備聽書了 Hello 淮千千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 近期我很喜歡的十支唇膏 亦會有一個小吐槽 說一些我不是太喜歡的 其實是因為很多女生都問我 近期有甚麼唇膏我特別喜歡 而且很多品牌都推出了新唇膏 想看我的用後感 我們事不宜遲 馬上開始 首先第一支 我現在嘴上都沒有塗唇膏 第一支一定是這個 這個是Dior的Lip Glow 是一個新的包裝 它的Dior字在這個位置 其實我覺得它這次新的包裝 裡面的Formula也有一點點不同了 以往我剛剛第一次用 一定會有一點卡死皮的情況 現在已經沒有了這件事 而且它比之前更加清爽 真的一點油潤感都沒有 但是又很滋潤 而且顏色很美 第一支這個是025號色 是新色來的 它是一個一點橙紅色的顏色 你看到我塗了一層已經很顯色 這個適合一些皮膚偏黃 又或者健康膚色的女生 都可以處理得到 白皮膚也一定可以處理得到 而且它是潤得來 很爽身一點都不黏 很舒服 很薄 上醉的感覺 而且持久度又很好 就是Lip Glow 而且你anytime出來補也很方便 所以大家如果有喜歡的新色 也可以過來試一下 這個是025號色 是偏橙一點點的橙紅 第二支是015號色 是會有一點點塗紅的效果 適合皮膚偏白的女生 而且真的很容易塗 你眉眼都可以塗得很好 015號就會比025號粉一點 很明顯 如果不喜歡這種有很鎮定的顏色 主要都是想自己的唇色 自然調色的一個色調出來 你就選回001的這個淺粉紅色 唇膏身也是淺粉紅色 001推介過很多次 然後我覺得這次兩個新色都很漂亮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個就是Dior的Lip Glow 我待會幫嘴巴敷唇膜 我這樣擦 第二支就是這個Bobbi Brown的Extra Lip Teens 這個我很喜歡 因為它出來的妝感超級漂亮 第一個顏色是淺粉色 很漂亮 好像有Lip Gloss 精華油的妝效 Bobbi Brown這款就會比Dior的 滋潤一點 而且它會有一個玻璃嘴的光澤感 你可以看到我上嘴明明有一個很鎮定的顏色 但唇膏身依然是保持著半透明的粉色 還有加水的包裝真的很漂亮 深型粉紅色 細細脂放手袋也很方便 你看到有一個微微柔潤的光澤感 但相比之下 Bobbi Brown的這一款就沒那麼長耐性 它基本上吃完東西都會沒有顏色 就要自己長期帶出去補 Dior的款式吃完東西都大概還有五成色左右 以有色潤唇膏來說 Dior的真的很長耐性 這個雖然不長耐性 但它不會卡死皮 又不會顯唇紋 你帶出去即時補也很方便 第三支就是這個 Volman的啞色唇油 這個Juicy Lip Tin也跟大家分享過 我很喜歡上嘴的妝感很漂亮 我就買了這支霧面的回來試 這個22號色和23號色 這個有什麼這麼棒呢 首先 顏色 這個22號色 你只需要點一下 在唇中間 我覺得用手指推開妝感是最漂亮 然後就擦開它 這支22號色是超級好看的 我覺得它是淺色的南瓜色 又味道珊瑚色 對了 中間這個氣色感是極好 很溫柔的那種韓系女仔的唇 還有它這個霧感是霧得很漂亮 然後持久度又不錯 又不會脫口就脫得很嚴重 吃完東西大概還有六至七成色 都是容易補的 亦不會脫掉一塊塊 或者氣乾紋、氣唇紋 它Made Finish只有一點都不乾 即是以一個這麼便宜的價錢 可以做到一個這麼好的質素 真的這些專櫃品牌要小心一點 只要它的包裝做得再漂亮一點 就已經可以俘虜到很多女生的心 第四支 這支可能大家未見過 因為香港好像未出 就是Armani的唇膏 這個 它是一個水滴型的頭 我在Selvages的網站買 還有很多漂亮的顏色都買了 我唯獨還買到這支503 是一個乾燥玫瑰色 很漂亮 很粉嫩的一個玫瑰裸粉色的顏色 但是它的樽身是有一點大致的 相比起一個普通的唇膏身 跟Bobbi Brown這個比較 Armani這個是高身很多 但是它的持久度不錯 滋潤度不錯 還有它是一個半目感 又未至於很亮身 又不是很乾身的那種唇色 日常都很容易carry的一個顏色 大家都可以試一下 如果想買就要去Selvages買 但是有很多顏色都斷了 奇怪的顏色千萬不要亂按 賣不出是有原因的 所以不要亂按 可能之後再等香港出的時候 大家就可以留意一下我多喜歡這個 然後第五支 這個就是YSL小金條的玫瑰金色限量版 這個就是品牌寄給我的 所以這個上面有我的名字 超喜歡 很漂亮 重點是顏色都很漂亮 這個顏色是213號色 每天都可以塗 而且它很長時間 吃完東西都還基本上有八成色 還有那個樽身 它的唇膏身超級好塗 這個三角尖的設計 這一款是有一點點暗紅色調 但是有味道很紅的鮮紅 基本上日常用都OK 都容易和carry 就是我現在這個這麼淡妝塗 出來的效果都很漂亮 重點是我本身用過金色的系列 我覺得它有一點點乾 但是誰知道這個 滋落又不乾、不激、不起聞 這個很漂亮 接著就是Armani的這個 長身唇油 新色來的102號色 它是一個很漂亮的 土色系的裸色 對 即是它是那些吃土色 但是又很濃的一個食筒 你看看 很好看 但是Armani的這一款唇油 以往不用戴口罩的時候用 我覺得很長時間 吃完東西都大概還有八、九成色 不過因為戴口罩 我不知道是不是那個質地的關係 它很容易脫下口罩 所以一定要拿紙巾印 印多兩層再上 再印才可以保持它本身長長的效果 如果不然 一戴口罩便會黏上去 但它的顏色真的無可挑剔 102超級漂亮 顯白得來又自然又舒服又日常 第七支 這支其實就是之前我和姐姐去Staycation 拍了一組照片 暗黑系的 我那天覺得一定要選個紅色一點的唇膏 才漂亮 所以我帶了Chanel的這支 192號色 它是按出來的這個系列 因為我那天塗了這個唇膏之後 很多女生都問我 千千你塗了什麼紅唇 為什麼這麼漂亮 它其實就不是正紅色的 是有一點點霉紅色 優雅一點的一個紅 還有低調一點的紅 反而出來的氣質感更加好 你日常塗這麼淡妝 就已經可以聽到得很漂亮 是一個很漂亮的顏色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燃賣色 但是它在我心目中 現在是一個燃滿色 只要我想化一點點妝 是Jazz Up一點 特別配黑色衣服 出來的效果是特別漂亮的 就因為它不是正紅色 有一點點霉紅紫紅 很顯白很適合一些黃皮膚的女生塗 而且很滋潤一點都不乾 你無論嘴多乾 塗上去都立刻撫平 吃完東西又保持得很好 而潤身的唇膏來說 都保持到七至八成色 都可以不用補妝 再跟著這個 Tom Ford的唇釉 如果大家有看過我失望影片的影片 可能都看到我之前 去年?前年? 買了一支唇膏 一拉出來 整個唇膏病就掉了 我崩潰了 因為很貴 然後它又不好用 顏色是一塊塊的 所以太難忘了 接著今年 他那一批唇膏 就有followers跟我說 他們整批收手 回收回 然後再出過 今年就出回了 就是我手上的這兩支 一支是69號色 一支是03號色 完全顛覆我以往的反感 以往的失望 好漂亮 最重要的是 剛才我也有說 阿媽尼那支 你一定要拿紙巾印再再印 你確保沒有顏色脫出來 否則脫口罩很嚴重 它們這款是不會脫口罩 真的脫很少 基本上是放到一點點上去 持久也是十分之好 最重要是顏色很漂亮 我先試這個03號色給大家看 質地很滑 很滑 跟之前是完全兩個世界的東西 然後這個03號色 是完全我喜歡的色調 就是一個珊瑚粉色的色系 但是帶一點點綠色的 是日常carry 現在夏天擦是超級白搭 很配襯 是不是很漂亮 然後第二支69號色 就是有一點點乾燥玫瑰色的 梅紅色 是會鮮色一點點的 這個就是03號色 這個69號色 兩個顏色都很漂亮 如果日常的日常就選擇03號色 喜歡這種梅紅色的顏色 可以選擇69號色 我現在就這樣塗配襯出來的效果 都很好看 最重要是真的很長時間 是我有驚訝到 然後塗了一整天八個小時 都不乾 不起唇紋 可能晚上五六點鐘 下班的時候補嘴 吃完飯回家 你的嘴都還在 這個真的保持得很好 最後很喜歡的 就是綠色系的唇膏 我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 因為這個好像是二三月的時候的限量版 唇膏方面有一個 All My Baby的這個顏色 421號色 超級喜歡 是那個珊瑚橙色系 日常塗很容易塗 我現在沒有照鏡 就這樣塗 很好看 超級夏日的感覺 我每次塗上這個唇膏 你們都可以問我是什麼顏色 其實就是MAC的這支 骨色系的421號色 第二支就是唇膏的425號色 這個唇膏很長時間 但是有一個缺點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吃完東西之後 它脫掉是只在中間 它又不脫在旁邊 所以會有一個空的形狀 但其實它是保持得不錯 吃完東西都還有六至七成色 最重要是這個顏色很漂亮 另一種顏色其實很好看 這個是南瓜色來的 是460 我也很喜歡 大家可以做一個參考 這個很值得買的唇膏 十支我很喜歡的唇膏 就試上嘴給大家看 另外有一些是我自己想吐槽一下 首先第一支是Chanel的透明蓋身 唇膏 是早前出唇膏 然後很多人都熱烈推薦 但是你不論上嘴上手 都覺得它很潤 但它是會塗上一塊的 特別你有死皮的時候 你塗它會變成一塊東西 唇膏 不過這個顏色是挺好看的 112號色 持久度又不好 基本上一吃東西就脫掉了 而且我一向很喜歡Chanel的唇膏 不知為何這個系列和我夾不到 另外就是Sukru的唇釉 很多人都說這些唇釉很長久 所以我想買回來試 結果很多顏色都賣斷了 在Selvedgeuse那裡 我只買到這支105號色 來到是帶螢光的粉 我看官網試色 就是有少少乾燥玫瑰色 我以為自己塗到 結果是塗不到 但是不要緊 我也想試一下 是不是真的人家說的 這麼長久 戴口罩又不脫 吃完東西又不脫 又不黏杯 結果是超級脫 它脫得很嚴重 還是很失望的 這個唇油 不要買了 可不可以找人作的字 在我的頭上寫 不要再買Sukru 我覺得我現在和Sukru是八字不夾了 已經不知為何會這樣 但是我買了他們之前新出的 死色眼影盆 我很喜歡 PMG的唇油 它是超級實色 顏色多漂亮 脫得很嚴重 它可以給你一個假象 它好像設定很漂亮 結果一戴口罩一脫下來 它的口罩都脫下來 它還會把整個臉都脫下來 不要緊 你再補 補完之後吃東西 吃完東西又脫下來 它的樣子好像很長久 結果它是一點都不長久 不要買了 這個系列不行 而且不知為何它的蓋 扭不緊 扭不緊 扭也是開了 扭緊了 然後它也是鬆的 它也是這樣 你看 也是鬆的 怎樣扭也不緊 然後還有 我買了HEROR的這個唇膏 如果大家有看我的故事 可能都看到我在G-Market買了一堆 首先說了Liquid 靈身獨身 這個紙線 它就像是那種Lip Tin 你塗上去會融合了嘴唇 就會結束得很好 但是 你塗上嘴唇會一塊塊 嘴唇好像吸收不到 跟嘴唇分離 你拿紙巾一印 就全部脫掉出來 沒有塗過 它是會一塊塊 因為我本身有唇膏在底 它是會一塊塊 融合不到在唇上 不漂亮 這個系列不要買 很奇怪 然後 另一個系列是Matte Finish 包裝很漂亮 你塗上手試色都會覺得很漂亮 這個435好吃 但是我想說 我跟Women是一起買的 這個時候 我Women一塗上去 它就變成霧感 設得很好 很漂亮 很自然 那種寒霧霧感 嗯 這個塗上去 它是不知為何會很乾 會顯純敏 然後它結束了 你拿紙巾一印 它會全部脫掉 吃完東西又會全部脫掉 不耐久 這個 這個 還有乾 不要買的 Hero 就是令人覺得很失望 我不會再買Hero的唇膏 我之前很喜歡那支 奶茶色的令身唇油 很漂亮 最後一個 3CE的唇膏 顏色我很喜歡 超級漂亮 這個就是3CE的唇膏 只看到這個試色 你已經會想買 對不對 始終你想做到這種效果 質地也會偏乾一點 所以我很希望 它們可以做得這麼漂亮 同時又可以再滋潤一點 它已經比以往再滋潤了 但還是有點乾 好了 就是這樣 跟大家分享了10支 我近期很喜歡的唇膏 有沒有哪支 這麼巧 你也會喜歡 記得在下面留言 和我分享 然後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問我 我的洗手 下次再見 拜拜